阿萱从此不当忍了 主动变成弱小的狗妖 只为和蛇妖小白厮守一生 但国师盯上了小白的百年修为 就在阿萱两人勤定终身之际 国师暗中布下困妖阵 降下定妖爪压制小白 只需阵法不断运转 就能将其炼化的形神剧灭 这时小白的师父蛇母出现 以妖气控制法器击中国师 但国师修为身后 直接将法器震出体外 蛇母见识以金色巨蛇向前攻击 小白也趁机甩出石头砸翻阵气 与蛇母一起大战国师 可国师召唤的魔鹤十分强大 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 幸亏小白的妹妹将法器刺入国师体内 蛇母借法器之力将国师修为西干 刚打倒了蛇族大敌 蛇母就露出了獠牙 将小白的妹妹拒进炼化 因为蛇母传授给蛇妖的功法 本身就设置有漏洞 献国师这个大敌意图 毫不掩饰的炼化中弟子的修为 陷阱圣小白因自身便意味被炼化 直接扑向蛇母 要为妹妹报仇 但根本不敌功法圆满的蛇母 被骑压之后 同样要被蛇母炼化吸收 阿萱集中生智 利用国师布置的困腰阵 以丁腰爪将蛇母镇压 阿萱急忙冲进阵中救小白 却没想到阵法完全复苏了 小白和阿萱也出不去了 大阵中冰冻三尺狂风刺激 为保护小白 阿萱被寒冰刺中 不久就变成了冰雕 眼看元神也要被炼化 小白以法器护住阿萱的元神 直至村民推倒了正气 小白活了下来 但变成狗腰的阿萱 还是没能和小白厮守 只能转世重生而去 小白修炼千年成为了白娘子 在西湖边找到了阿萱转世的徐仙 这一世他愿为他付出一切 毕竟他是真的爱上他